他便卖八处房产 凑钱只为养鳄鱼 千辛万苦把鳄鱼养成 他却一条都不卖 江苏昆山的陈东春 靠着什么法宝 最终年赚五百万 请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生财有道 致富从这里起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生财有道 我是萧薇 我现在是在江苏省昆山市的千灯镇 不过今天呢 我可没有有古镇的雅兴哦 我今天到这里来呢 是要找一种动物 这种动物啊 我以前呢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过 但是我看过电影 看过电视 知道这种动物呢 是非常之凶猛的啊 它会吃人呢 我一说话的就点忘乎 所以一定小点声 因为这种吃人的动物呢 就在这个水下藏着呢 千万不能够惊动它 你看我说话这么小声了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底的 因为我今天带了个保镖 就是它 陈东春 鳄鱼谷的主人 以前从事建材生意 转行六年就靠着鳄鱼 成为当地的创业明星 人送外号鳄鱼王 老陈你好 你好 我的保镖老陈 你再换个位置 我还是有点害怕 真的真的真的 老陈 你告诉大家 这种吃人的可怕动物是什么 鳄鱼 鳄鱼 早在一亿三千五百万到六千五百万年前的恐龙时代之前 就已经存活在我们的星球上了 鳄鱼生性凶猛 体强力大 有水中霸王之称 我一分钟我们带你去看一看 我们走过去看一下 走过去能看到是吗 马上就可以看到 那像我们这么大声说话 它会不会然后就受了惊喜 我们稍微轻一点 小微来到的这个地方是江苏省昆山市农业示范区里面的一个叫鳄鱼谷的地方 这里四周架满了两米高的铁丝围墙 平时严禁外人进入 因为围墙内饲养着三百多条凶猛的鳄鱼 鳄鱼在发动攻击时 瞬间爆发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一百多公里 逮到东西后鳄鱼就会拼命撕咬 它的咬力惊人 一条成年鳄鱼的咬力能达到一千公斤以上 体型庞大的斑马都不是鳄鱼的对手 小微跟着老陈慢慢的将鳄鱼栖息的岸边靠近 喜欢晒太阳吗 那现在太阳已经 没事吧 没事没事 它差点就扑过来了 这里没有鳄鱼在 鳄鱼在前面 我天哪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吗 就觉得哪怕我在接近它一厘米 它就要对我反扑过来 好恐怖哦 鳄鱼谷里的很多员工都被鳄鱼咬伤过 凶猛的鳄鱼让大家弹枝色变 而陈东春赚钱靠的正是鳄鱼的这种凶猛本性 一年就赚了五百万 这里是昆山市的建材中转码头 陈东春曾在这里干了二十三年的建材经销生意 当时一年能有上百万元的收入 生意做得轻车熟路 2005年 陈东春却突然宣布 他要转行去养鳄鱼 我就是来找他呀 找他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个搞警战生意 一定搞个特了百万 你去特这么多资金的话 把那个养鳄鱼你不懂 把它扎进去怎么办 但是朋友们阻止不了陈东春的疯狂行为 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 实际上呢 就是后来呢 就做到后来的时候呢 这个拖金比较多 他比较 起男人讨了 但他们这个时候呢 正好我也想 关一下这个工作环境 挑战一下自己吧 后想就把它就放了 这一块 那么他在鳄鱼身上 又发现了什么商机呢 陈东春有一位朋友在广东养鳄鱼 他了解到 在当地鳄鱼肉每公斤价格在一百八十元 一条商品鳄就能卖到四五千元 而当时昆山市还没有人养殖 了解到鳄鱼的行情后 陈东春认定 养鳄鱼卖肉是条赚钱的好路子 当时呢我们就是想一下子就是把这个在距禁指定时间就是把这个鳄鱼啊 能够达到一定的规模 最迟马在我们华东出去能做到最大 2006年初 一千多条 按每条五千元计算就能卖到五百万元 可是肿鳄鱼买回来后让陈东春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些鳄鱼不但不交配繁殖 而且还疯狂的打架 这让陈东春非常发愁 更可怕的是 鳄鱼的凶残本性差点要了陈东春妻子的命 2006年5月 陈东春和妻子周双兰来到鳄鱼池边 准备给打架受伤的鳄鱼擦药 鳄鱼刚一沾到伤口 鳄鱼就猛然回头张开了大嘴 鳄鱼的咬力能有上千公斤 咬到东西就会拼命往水里拖 鳄鱼发起威来 如果把妻子拖进水池 可能妻子的命就要保不住了 想到这里陈东春吓蒙了 咬出来之后 我们当时都吓蒙了 一下子都没反应过来 其实鳄鱼咬人也只是出于防备 所以咬了一口之后 就迅速地逃到了水池中 随后陈东春赶紧把妻子送到了医院 回想起当时被咬的情景 周双兰至今还心有余悸 听说这个鳄鱼对你非常的客气 就是咬了你 然后你的手现在还在 你伤口是不是很深啊 真的 真的 就这里 看了啊 你看这边一个伤口 这边一个伤口 是吧 对对对 那然后你的这个伤口当时是一种什么状态 就是也不知道通吧 就是只知道它攻击到我的手 多血了 看了以后嘛 就是买了四个都是血 就是红的 然后就知道这是受伤了 除了陈东春的妻子 随后又有几位工人被鳄鱼咬伤 一时间鳄鱼鼓里人人自危 接连发生的危险事件 让陈东春彻底清醒 其实他这个外行 对于养鳄鱼来说 一窍不通 后来发现不行 他老是在打 每天在打资本伤 那我们心里面就发现了 因为他打架的时候 他资本伤会把皮肤这些东西都咬上来 咬破了 咬破了 然后他就会感染你 那么我们后来 从这次想不出原因 于是陈东春去请教专家 最后终于破解了鳄鱼打架的秘密 原来鳄鱼打架是因为养殖密度太大造成的 专家建议 必须保证每条鳄鱼的活动空间 不及于三平方米 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给鳄鱼分驰 问题来了 要想分驰 就必须去抓鳄鱼 可是这些凶猛的家伙 谁敢去抓呢 工人们都沉默了 就在这个时候 陈东春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要亲自上阵去抓鳄鱼 我抓的时候 慢接线都不得 当时我用那个绳子 这次抓鳄鱼 用那个绳子 他一下子我这个绳子甩过去的之后 他那个嘴巴拼命咬住我这个绳子 他咬住了绳子之后 根本我马上就用这个绳子一招 揉住他的嘴巴 那么他这个时候 他就往水里面挣扎 要往水里面逃 往水里面逃 把我这个边上一个大树 我就把那个绳子往树上一落 逃不走 逃得脑半天 逃到最后的时候 挂了一滴泥水都没有了 这条鱼 抓住了之后 叫我们这些工人包括我们的从事啊 过来抬电话 做完了之后 他们都不敢来抬 吓死了 他们说 这么大一条鱼 通过这件事情之后 工人们送给陈东春 一个响当当的称号 鳄鱼王 这个叫空手套白狼 这个不是套马的 也不是套狼的 这个杆啊 我跟你说 这是套鳄鱼的 据说用这个杆呢 就能够把鳄鱼制服 是不是老陈 是这样是这样 这个这个这个 你帮我讲解一下 这个是 这个好处浇皮的对不对 是 叫套鳄鱼的什么部位 这个是套鳄鱼的颈部 主要的是用皮的方式 它受伤了 那它会不会给它震开 那震断了呢 那是不会的 它这里都是很大的 哦 你要是用什么 比如说那金属的 是不是那会更方便 那个金属的 可能对它的皮肤 可能有伤害 哦 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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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没问题 然后你就是 你要瞄准嘛 然后一下子给套进去 然后就把它制服了 要不这样 还是主持人的东西刷一条 你太高看我了 您抓好不好 好的 行吗 没问题 没问题啊 好啊 镜头可记录着呢 好的 哦 好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 不会不会 你看老纯说的太轻松 他觉得抓鳄鱼 像做游戏一样啊 他让我跟着他 那好吧 就跟着他 啊 哎呦 听了听了 哎 你抓着他了吗 你抓 你抓着他了 你抓着他了吗 呀 鳄鱼还叫呢 我听见了呀 我听了 妈呀 妈呀 我听了 你听他 哇 他的那个叫声 鳄鱼还叫呢 我听见了呀 哎呦 哎呦 拿个东西来 他是生气了吧 老陈 哦 你听 哦 是吧 他是干嘛呢 嗯 嗯 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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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人在叫 救命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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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生气了 哦 哦 我记您一辈子 我跟你说哦 我原本以为就是鳄鱼是冷冰冰的 但是你摸上去吧 它是活生生的你知道吗 是温温的那种 哦 这根本怎么软啊 哦软得像棉花一样 天哪 我跟你说 真的不是像那种我们感觉啊 想像那种特别坚硬无比的 然后手感极不好的 但是我跟你跟你说啊 就你摸上它去以后呢 你真的很想跟它亲近 是一个满憨厚的 就像你说满憨厚的一只鳄鱼哦 是 陈冬春在掌握了抓鳄鱼的方法之后 顺利的完成了给鳄鱼分驰 鳄鱼也终于有了交配的现象 2008年6月 陈冬春的种鳄鱼 还是产弹了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鳄鱼蛋 它跟我们那种 自弹鱼蛋不一样的 它比鱼蛋稍微大一点 比鳄蛋小鱼 它最选择的一个特征就是 它这个两头都是蛋清 上下两头 它的中间部位全部是蛋黄 我们这种鳄鱼蛋浮化了 目前都是大鹏人民 靠自然温度浮化 浮化的温度呢 正常它是在30到33度之间 它的这个性比比呢 是靠这个温度来核定的 正常的在30度左右 它浮出的鳄鱼呢 基本上都是吃鳄鱼 32度到33度之间 浮出的鳄鱼呢 基本上是熊鳄鱼 都经过30度以上的 或者33度之间的话 差不多能够在72天到73天 正常情况之下 就能够出小鳄鱼了 鳄鱼一年产两次蛋 每次一般产下20到30个左右 两个多月后 26只小鳄鱼破壳而出 说起当时的情景 陈东春依然很激动 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是太激动了 无法形容 它这个小鳄鱼在半边上 都是爬来爬去的 在空空叫 模样非常好看 激动之余 陈东春在小维 来到了一个类似 温室大棚的地方 哇 这什么地儿这个 这是我们的鳄鱼养殖大棚 鳄鱼养殖大棚 对对对 哇 什么样的鳄鱼 有住大棚子这样的待遇 我们的小鳄鱼 小小苗子 今年刚刚付出的原菜 有多大呀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啊 看我看看这个 每个池子里面 有300多条鳄鱼宝宝 它们生性警觉 见到生人就会躲藏 哟 这里面好热啊 这温度有多高 这里面 我们的温度是很温的 差不多在33度左右 33度啊 这个小鱼啊 你看它长大的时候 它的一生一世 可是换3600个牙齿 3600颗啊 对 它现在 它摇上了 摇断了之后呢 它就换 马上重新长出来 哦 它是有那种 自生的那种能力的 是不是啊 可是不得了啊 孩子 冒犯你了 没有 我就是想让观众朋友 看看你 有多么的可爱 这小东西 它每天都吃什么 吃的那个鸡肉 那个鸡肉呢 我们把它搅成肉末 这个这个这个 对 哎呀 快快快 让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鱼小宝宝 吃的这个小鸡肉 就是差不多 一条鱼只去一捏 是吗 都是 你的一捏是多少 不不不 就是一小块了 等会等会 拿下来 拿下来 对 就像这么大一顶顶 一条鳄鱼就一顿饭 就吃什么一小块 吃什么一小块 对 哦 食量也是够小的 你看 这已经够大了 这已经够大了 是吗 真没想到 这些可爱的鳄鱼宝宝 一顿只吃那么一点 让我们更加惊讶的是 陈东春说 这些一个多月的小鳄鱼 每天只为一顿就够了 老陈 你们家这么多鳄鱼 你都销 销到哪去啊 到我们现在这些鳄鱼 基本上都是一些 大地饭店宾馆的 哦 卖到这个宾馆饭店的 嗯 对对对 那如果卖到他们那的话 一斤要卖到多少钱 目前市场价钱 差不多在六十块左右了 多少钱 六十块 六十块一斤啊 六十块一斤啊 一斤左右 往南蛮贵的哦 是的 就目前这个状态啊 一条鳄鱼 刨去你的买的成本 包括一年半 所有的消耗啊 大概一条鳄鱼 能够赚多少利润 一条鳄鱼 买总共振两千左右 哇 一条鳄鱼 就两千左右的利润啊 陈东春说 一条鳄鱼 总共投入八百元 买出的价格是三千五百元 2009年 陈东春的鳄鱼 增破到了一千多条 不少人慕名前来购买 四十公斤的商品额 有人给出六千元的高价 可是陈东春 却突然 怎么也不肯卖了 当时反映吧 我们朋友们反映 很强力的 对不对 本来吧 就是说 今天做得好好的 一年吧 也能赚个三三百万 一下子 这个鳄鱼 可以上市了 他不想卖 我们也不知道 怎么运 是不是犯傻 陈东春辛苦三年 养殖鳄鱼 现在眼看 就能见到回报 他却不卖了 很多人都觉得 不能理解 可任凭别人 怎么劝 他就是不肯卖出 一条鳄鱼 要知道 除了养殖鳄鱼的 基础设施建设以外 加上购买种鳄 人员工资 三年投入下来 陈东春的 两千多万元积蓄 已经全部花光 而每天 光是鳄鱼的饲料费 就要三四千元 要想继续养殖下去 他只能四处借债了 创业二十多年 如今却要借债度日 外人的议论 资金的压力 让陈东春 有点喘不过气来 他经常愁得夜不能寐 其实陈东春这样做 是因为他听到了 别人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 让他有了一个 新的财富计划 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2009年初 陈东春为了筹集资金 和朋友开车出门借钱 当行驶到昆山市中心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当时呢 我就是从南面那个路口过来 过来的时候呢 走拐弯往西 拐了一半的时候 我马上就跟我边上的一个朋友讲 我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马路上车来人往 如果稍有闪失 后果不堪设想 陈东春心里一紧 立即凭着感觉 把车开到了路边 刚刚停下来的日坡呢 谁在我的眼睛看不见 但是我都能听见 边上的也一部 那个大的卡车 从我边上 后面就开过去了 朋友赶紧把陈东春送到医院 他已经昏迷不醒 经过两个小时的全力想救 才苏醒过来 医生告诉陈东春 他是因为精神压力过大 出现了休克症状 当初放弃建材生意 陈东春就是想着靠养殖鳄鱼创业 现在鳄鱼养成后 他却不卖了 为此还开车时昏迷 差点出了车祸 但陈东春却没有一丝混意 一出院 他就和妻子商量 要把家里的房产全部卖掉 想凑六百万元 去实现自己新的财富计目 我就跟我老婆商量 来把这个房子动员他卖了 那那个时候 当时我老婆心里面非常不愿意 她好像是晒不到 因为家里面有房子 那个时候人家的房子都在正值 那么你要卖房 人家都想着卖房 跟他辛苦的一辈子 赚了这么一点钱 如果让他再投资下去 心理上压力也挺大的 毕竟我们两个人不是太年轻 已经到了十五十岁 如果是整个投资下去的话 看不到那个情图 确实也生了一点风景 六百万不是一个小数目 万一这六百万打了水漂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妻子没有同意 陈冬春该怎么办呢 思考了几天之后 陈冬春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 而这条短信 妻子周双兰 至今还保留在手机里 久久不肯删除 那么这是一条怎样的短信呢 妻子被陈冬春的爱 深深地感动了 于是卖掉了家里的房产 凑到了六百万元 那么陈冬春到底听到了 一句什么话 他凑这么多钱 又是要做什么呢 故事还得从2008年说起 这里是江苏昆山市的 历史文化名镇 千灯镇 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 是明末清书杰出的思想家 文学家 爱国学者 顾炎武先生的故乡 他的名言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一直激励着天下 无数人人致世 每年到这里的游客量能达到一百多万人次 千东镇与陈冬春的鳄鱼股相距只有五公里 2008年 当地领导找到陈冬春 想让他的鳄鱼股也加入到这条旅游线路中来 旅游配套设施建设要六百万元 陈冬春觉得这笔投资放进去 他就可以悠闲地等着数钱了 但是出乎陈冬春的意料 游客看过他的鳄鱼后 却非常的失望 游客来了 他那个反差比较大 他觉得鳄鱼应该是很凶猛的 所以他看见我们的鳄鱼他不懂 他很无趣 如果旅游搞不下去 陈冬春的六百万元投资就要打水漂 那么怎么才能让鳄鱼展示出凶猛的本性 让游客看得过瘾呢 钓鱼 是的 又这么大的鱼饵钓鱼 那你这鱼饵是什么呀 这个是鸡 鸡呀 用鸡钓鱼 听到过吗 用鸡钓鱼 钓什么鱼 这鳄鱼 鳄鱼 对 哎呀 我看见鳄鱼来了 你看 哇 它能吃吗 吃 哎呀 吃哪 这也放下去 哇 那条鱼来了 哇 你还逗他 呀 天哪 好紧张 好紧张啊 你当时你心跳了没有 是吧 一二三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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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口就咬掉了 天哪 它太厉害了 而且我刚才觉得 就这条鳄鱼吧 比刚才那条 就是美女 钓的鳄鱼 要稍稍的温柔一点 好像嘴没有脏那么大 哈 不过瘾 再来一条 哈哈 太有意思了 原来 为了能让游客 欣赏到鳄鱼的凶猛样子 陈登春想到了 钓鳄鱼的高招 钓鳄鱼不收费 这项活动 成了吸引游客的招牌 来鳄鱼组的游客 逐渐增多 2010年的五一期间 鳄鱼股每天的游客量 达到了四千人 每张门票六十元 陈登春一年收入上千万元 扣除成本 利润达到五百万元 得鱼股活了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陈登春呢 他在他的创业道路上 就曾经两次放弃 他的这两次放弃呢 是通过放弃来调整 他的创业的方向 所以呢 我们说放弃有的时候 他就是一种大智慧 有的时候放弃 他就是一种获得 这就是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得 好了 养治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生产有道 我是萧薇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